那你没有油呢你走不了也不行啊 从格尔木出发开了400多公里 一路服务区全部关停加不了油 眼看油越来越少了 只好在前面河黄新区东下口 下来看看能不能加油 刚下去就被工作人员拦住 不让进城 只好上高速继续往前开 到下一个平安市下口 工作人员还是拦住不让去加油 我只好挑头继续上高速 这时里程只显示能开74公里了 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个20公里以外的 乐都服务区能够营业了 刚到乐都服务区门口 就看见很多大卡车排着队站在外面 服务区和加油站还是关闭状态 现在只剩下50公里的里程了 看看前面两公里的乐都市能不能进吧 里程表这时已经不显示里程了 这就代表着我们的房车随时都会没有油 顺利通过了收费站 仍然有工作人员在值班 给他们说明了情况 好在工作人员表示理解 开车车跟着我们到最近的加油站加油 加满70升油 574块钱 家外游又把我们重新送回到高速上 这时已经凌晨一点半了 赶紧找个地方住车休息 又过了几个关闭的服务区 来到了兰州南 才找到了一个开放的服务区 有卫生间 今天开了1000多公里 实在是累坏了 있어요 縱并数元 就要完了 一定不息